好,谢谢蔡委员,请沈代表 好,沈代表 小委员好 沈代表,这次我们台日之间近来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台日渔业协议的签署 那么这个渔业协议是大家多年来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虽然内容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满意 尤其是涉及到十二海里内的这个主权的争议 还没有办法去处理 但是我想这个方向,这基本的方向我们是认同的,也支持的 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说主权即便没有办法在即日内 立即有利我方的这个方向来做解决 但是呢,在我们渔民的渔权上面 我们还是要尽一切的努力去做保障 那么这也同时确立了台日之间 尤其台湾也是这个相关的 在国际的谈判上相关的主权的争议上面 我们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想这个基本的方向,我想是要给予肯定 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担心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 尤其是进来中国的这个军机 这个中国的海舰船,中国的军机 都还是入侵我国主权的这个钓鱼台的周边的海域 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一大伤害 那我们其实过去这个马政府 尤其是前几年跟日本之间 这个纷争,这个抗议都喊得很大声 可是中国的海舰船 中国的军机到我们的航空识别区 却闷不吭声 这样子的一个双重标准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但这个跟中国的抗议不是在你这边要去做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政府的标准要一致 那另外呢,有关这个台湾 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的状况 包括整个GDP下修 那对照日本 前景,即便是我们对未来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日本的这个Abenomics 它的一些刺激的措施 让至少日本现在整个社会普遍是比较乐观的 那甚至是能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民意支持度高达七成多以上 这个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里面 真的是少之又少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它也达成了 我想它一定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参考 跟了解的地方 那我们更关心的是 现在的这个安倍政权 它的这个经济政策 未来对台湾的一个影响 那其中的一个措施就是 它决心又就TPP的部分开始进行谈判 那TPP呢在日本其实长期跟台湾一样 我们对农业的保护都非常的重视 那日本首相宣示要加入TPP的这个谈判 必然要面对国内就农业问题的一个 保护政策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我们就台日关系 我们双边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一个部分 包括台湾是否要加入TPP 争取TPP谈判这个是一个部分 但是第二个部分 我是希望说你们是能够 做一些讯息的收集 也就是说安倍首相 现在既然决心要参与TPP谈判 它面临这个国内的各种 农业的保护的这个问题 它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处理 那它用什么样的配套来协助日本 可能会因为加入TPP而受到损害的这些农民 它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农业政策 能够来加速日本整个顺利参与TPP的这个进程 是不是这方面 你们既然就是代表处 还这么多个办公室 包括一些local的办公室周边的这个农业政策 因为这个对台湾是有极度的 极高的这个参考价值 我相信上次经济部来这边 来外交国防我会报告 说他们初步请中华经济研究院 做研究 说台湾如果加入TPP 我们可能会有700亿的农业方面的损失 这样的一个数字 真的我们如果真的要参加TPP 我们要怎么来维护我们基本的农业的竞争力 我们农民的基本的收入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观察 日本如何处理 在做TPP谈判的过程当中 怎么处理它的农业竞争力的提升 怎么去保护他们的农民 好不好 那个我们这方面过去有做什么研究吗 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料可以提供吗 是 包括小委员 这个关于TPP的事情 在书面包括里面提到 我们也成立了工作小组 所以日本现在目前的谈判的确如小委员所说 农业的部分是一个重要的敏感事项 那另外还有汽车 比如说汽车工业 也是一个重要的敏感事项 那保险也是一个重要的敏感事项 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敏感事项的处理方式 我们会注意收集团的资讯 那我们的产业结构跟日本不太一样 但是就农业 对如何确保农民权益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是有类似的地方 尤其我们在WTO 我们还跟日本一起参加 这个农业保护主义的这个group 所以这个我希望说你们竞速 竟然成立了这个小组 不断的把他们一些新的一些做法跟政策 能够提供给我们来做参考 我们一定会注意收集这个书面的资料 那我注意到你的报告里面提到说 日本有特别为了参与 为了加入TPP的谈判 还指派了一个大使 甘利明大使 过去跟代表处也都是有所互动 那这个大使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任务编制 还是它是一个以后未来 它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它这100个人的编制 就光为了要准备参加TPP的百人编制 是从日本的各部会 政府各部会去拉来的一个任务编组 还是他们就是下定决心 安倍就是要走贸易自由化的方向 那长期很有决心跟果断力的来推动这个政策 甘利明大臣他本来就是内阁大臣之一 所以他是坚任 坚任这个对策本部的本部 叫做TPP大臣 是不是我看你们报告里面讲TPP大臣 那他这个底下呢 有两个主要的人士 一位当然是外部省来的 这个贺岗公二 他是负责对外交涉的部分 另外一个国内的这个体制的调整 是另外一位大概以前在官房 也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一位人士来担任 然后底下呢再有这个事务本部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运作将来会持续的留意 看他怎么样运在七月尤其七月正式谈判 七月谈判之前这些准备的事情我们也会注意 跟日方的有关人士交流 然后看看他们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适应 那我们农委会在我们东京代表处农委会有派人在那里吗 农委会有派一位同仁在那里 应该是这样讲农委会应该还有漁业署啦 所以他有两位同仁 现在是这样啊 当然农委会他工作其实在跟日本的关系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 包括我们的漁业谈判 但也包括台湾农产品在日本的一个行销的工作 那现在其实有关加入TPP之后的整个农业产业政策的一个转型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领域 所以我希望说如果说农委会的单一个人两个人在这个整个收集讯息 因为这个对台湾农民的未来的生计现在影响太大了 是不是可以这方面多加派一些人手来做一些努力 由外交部这边来做一些资源 是 报告小组委员 这个现在就是代表处理的很多业务 事实上都跨组别 所以我们就设专案小组 像渔业嘛除了这个政务组的同仁以外 经济组的同仁也会设计 所以我们是用跨组别的方式来组合 那是在你们现在这个TPP的这个小组里面是有多少人呢 我们这个小组包括政务组的同仁 包括这个经济组的同仁 经济组的同仁里面包括有农委会负责农产品的部分的同仁在里面 对 那就我的了解 你们现在这个TPP你们这一组的这个小组 主要是针对台日双方的这个TPP的 那目前没有包含对日本在国内政策怎么处理这个农业保护的问题 跟这个农产的升级 可是这个因为对台湾有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参考价值 我希望说这方面你们也能够纳入这个工作的目标 那另外呢这个安倍首相他最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就是他也主张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去强化他自卫队的一个角色 甚至有讨论成立国防军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在你们自己的延期里面 包含美国也有他的rebalancing的政策 那日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强化整个到国防军这样的一个定位 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日本的这几个议题啊 如同书面报告讲的 这个还在这个演进的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即使像公民党啊 他的看法可能也不一样 包括修宪 包括一些集团智慧前的这个这个issue啊 他的看法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注意这个议题的演变 然后社会各界啊 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辩论声音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留意这个事情 那这个 这个区域间的事情啊 当然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希望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啊 能够继续维持了 对 对北朝鲜 比如说北韩的这个issue 我们也是 都适时的表态 希望他们能够自治 所以像这些issue 我们对区域安保的这个局势会持续的关注 我们在东京呢 也会注意日本方面啊 对于这个区域安保问题的这个主张 其实这个这个对整个亚太的整个战略平衡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啦 那我们自己要自己的一个战略的主张 而且是 但是有别于中国啦 那中国现在王毅去当他们的外交部长 那王毅是对日本非常非常熟悉 听说他在日本的人脉 人员都 都都还不错 所以是我们一个 非常可敬的对手啦 他是我们的对手 而且他的 作为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利益 但是这个 他们的整个能量的提升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讯 那我们当然也是要要去加强 那最后就 其实我们最近都非常关心这个cyber security的问题 我看最近美国国务卿到日本去 也跟日方有谈到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有这个台湾台日之间 合作很多的这个potential 包括很多的这些外国 备受中国网军攻击的这些国家 事实上对于一些情资的收集 对于中国网 其实都有很多这个跟台湾合作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 当然日本跟台湾在军事交流上 他们一直很小心 可是近年来 这个退休的五官 也开始来做这个 即便是很低调的形态 但是我们开始其实在安全议题上 有一些合作的空间 那是不是在网络安全上面 日方有没有跟我们提出过什么样的 有合作空间 这个议题有没有被讨论过 我想我这个去年五月到任以后 也希望就区域的局势 能够跟日方的这个对话 能够能够强化 不管是恶鬼的这个 这个对话或是 像国会议员之间的讨论 issue里面也能够包括在内 所以以后我们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那有关Cyber Warfare Cyber Security 这个各国都非常关切 而且是高度重视的议题 是不是也能够更积极的 洽谈一些这个可以合作的管道 是 以后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谢谢 是